近日,丹麦广播公司播出的纪录片《寻找自我》引发各方关注 片中披露了上世纪60年代 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嫌资助对311名丹麦儿童进行了秘密人体实验 据亲历者回忆,他们身上绑着电脊 被迫听着刺耳的噪音,身心受到极大损害 这些儿童始终没有被告知实验的具体目的 在1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,美国政府毫无底线 常常把所谓人权挂在嘴边,却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中情局在世界各地侵犯人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他们竟毫无底线地将黑手伸向儿童 正如前国务卿蓬佩奥所说,美国中情局官员以撒谎欺骗偷窃为信条 热补补于炮制黑症,污蔑他国,设立黑欲,侵犯人权,提供黑金,煽动政变 美国政府常常把所谓人权民主挂在嘴边 却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政府应该做的 是向这些秘密人体试验受害者道歉 赔偿担责 赔偿担责